全球返避稅浪潮來襲,免稅天堂優勢不在 企業該如何調整營運模式或組織架構呢? KPNG安侯建業稅務投資部丁英泰會計師認為 關鍵就在於全面了解境外公司新規定與風險 讓我們掌聲有請英泰會計師 各位現場跟線上的觀眾 KPNG學院的學員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又有機會回到這個殿堂來跟各位分享一些 最新的關於英屬維京群島 也就是BVI這邊最新的一些法令實務 那其實講到這種境外公司的規定 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們大概都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image 就是說其實境外公司我們不就是繳年費 繳完年費我們其實就大概放著讓所謂的登記註冊代理人 就是agent去維護這樣的公司 那其實除此以外 好像因為當地是所謂的租稅天堂 那就沒有什麼其他的風險 那但是近期我想各位聽到所謂反避稅這個名詞 也已經聽到很多次 那也就是因為這些反避稅的趨勢 去迫使這一些所謂的租稅天堂國家做一些新的這種法規的變動 那英屬維京群島BVI它基本上在今年度 事實上是做了非常大幅度重要的修法 那這個修法我大概會把它說成是雙軌的修法 第一軌是屬於公司法 公司法層面上的修法 那第二軌呢也就是所謂經濟實質法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其實BVI跟開曼這些所謂的租稅天堂國家 都有在申報經濟實質 那在這些經濟實質的申報裡面 這些修法會是接下來的這些申報內容變得更加的複雜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說明一下到底從整個法令的趨勢來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修法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針對這些修法的實質內容做一些分析 那最後我也會提幾個所謂重要的take away 那在法令趨勢上我們從這張表大概就可以看出說 為什麼這些駐稅天堂國家漸漸的都來做很多新的這個法規修正 我們看到BVI在倒數第二條的這個bar的位置 其實它大概就是可以看出在今年的二月份 歐盟是第一次把BVI放在所謂稅務不合作的黑名單 那也就是因為為了要去擺脫租稅不合作的黑名單 它開始做這些修法 那並且火速的通過等一下我要說明的商業公司法 以及經濟實質法的修正 那在這樣子的修正的背景之下呢 你看到今年十月份歐盟每年兩次會去更改這個所謂 註稅黑名單或灰名單 它就立刻因為這樣的修法就毀到灰名單上了 那所以說這些修法代表說也某種程度回應了歐盟的要求 那同時歐盟還是把它放在灰名單的主因是什麼 是因為歐盟也直接在他的評論裡面說 在一些所謂的經濟的資訊交換 稅務資訊交換的部分做的還是不夠確實 不會像開曼一樣 現在其實老早就已經在白名單裡面 這些所謂的稅務資訊交換的部分 是BVI未來應該要更加強化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看這個表上也看到有一些國家 像是賽希爾也是台商非常常用的這個境外公司 那他也是在十月的時候首次落入黑名單 所以我們認為也包括從賽希爾這邊 會計師律師傳來的資訊 賽希爾未來也可能是修法的熱點 那這個也是提醒各位學員可以特別注意一下未來的動態 那其實這些境外公司我剛剛一開頭講 我們傳統以來就是認為說 他基本上是免稅天堂 所以我可以放著他不管 那但是事實上從近幾年來我們這邊收到的一些訊息 還有一些收到的這個相關客戶的實際案例 其實這些態勢已經不是像我們以往 這二十年來三十年來我們可以把境外公司 放著不管的一個年代了 這個今年度我們就收到了一個台商 他大概是像我這個投影片上寫的一個母公司 透過境外A公司再透過A去投資B 然後B投大陸 我想這個是最常見的一個近大陸的一個架構 那結果A公司因為他在註冊代理人的申報文件 這一些所謂經濟實質申報 當地的稅法的規定所要求的一些財務資訊的申報上 一直有沒有解釋清楚的地方 也就是因為這些沒有解釋清楚的部分 導致說稅局從2021年到2023年6月發 他核定通知之前都沒有搞懂到底為什麼當地的這個財務資料 有一些變動的問題 那直到他今天2023年的6月開出了一張400萬美金的一個當地的稅款 那就可以知道是說他的理由是 我們不能去原用當地所謂境外所得免稅的規定 把它當作是這一些所得是原自境內 當地所謂租稅天堂境內的所得來核克 那目前我們也在協助這間公司來做一些行政救濟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我們要知道說境外公司的維護呢 首先我們跟上當地的法令規定的這個變化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我會再提出幾個 除了跟上法令規範之後 就如同我們今天如果有投資美國 或投資歐洲 我一樣要財務人員 我必須要了解美國或歐洲的當地一些基本的稅務規定 或申報規定一樣 我們面對境外公司的態度 以及未來還有什麼應該注意的地方 那BVI這邊我剛剛講的第一軌就是所謂商業公司法的修正 那在這邊的修正呢 其實有幾個主要的重點 我把它列在這張投影片 第一個就是在會計檢渡中了後9個月內 要去申報檢疫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那這邊所講的期限就落在明年的9月底以前 那各位會很confused就是說 為什麼這邊又要去申報這個 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跟檢疫的這個損益表呢 我們不是按照CFC的規定 本來就已經要有所謂會計師簽證的 這個當地境外公司的財報了嗎 那那一套規定注意 那個是來自CFC的要求 那是CFC這邊台灣的規定要求我們去申報的報表 那我今天所講的這個第一軌商業公司法這邊要求的呢 是BVI的公司註冊書要求我們申報的財報 所以第一個我們在manage這個境外公司的財務資訊的時候 就同時有什麼 有剛剛我們按照台灣CFC規定所要求繳的財報 那也包含這個商業公司法要求的這個財報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經濟實質法要求你去填報的總收入 總費用這些資訊 所以你總共會要繳三次當地的財務資料 那每一次繳的時間點還不盡相同 因為比如說台灣這邊你可以採歷年制 商業公司法這邊你可能也可以採歷年制 但是經濟實質法要求的呢 按照你經濟實質申報的規定 有一些是以公司設立日的週年去算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是說你財務資訊的一致性 穩定度 有沒有可能因為我申報給公司註冊處的資料 跟我申報給經濟實質法 在當地的這個國際稅務局要求的資料 有一些衝突的地方 反而引起一些質問一些調查 這些都是我們所要提醒注意的地方 那第二個就是公司的董事名冊的公佈 那未來你可以在公司註冊處的一個網站上面 去付費查找出這個董事名稱 那這個董事名稱的查詢呢 目前當然不包括說所謂的其他的資訊 例如地址或者是國籍等等這一些資訊 但至少你是看得到這個董事的名稱 那這個名稱很顯然呢 如果任何人只要付費都可以查得到 那這家BVI公司就不再是以前那樣子的具備隱蔽性 或者是我可以做一些操作 然後希望能夠不要被 不管是出於個人隱私 或者是公司財務資料投資的隱私性 這個部分可能未來都會受到一些 適度的這個調整 那再來主要這個公司註冊的提交這個部分呢 也是未來會針對這個BVI公司 究竟主要的實質受益人是誰 這個也會做一些修法 那最後就是公司註冊的這個所謂除名制度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在利用BVI公司的時候 我不再這麼這個按時的繳年費 或這個公司不再這個所謂的 進行很多法規的這個公司 我有一些不把它當作是一回事的去處理 那他其實定期他就會把這個公司給除名 那另外一軌就是提到經濟實質法的修法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他在經濟實質申報裡面呢 主要也就是剛剛提到財務的資訊 那這邊除了財務資訊之外 我們看到第五點這邊提到說 他的申報內容還包括什麼 包括組織架構 也就是我們等一下會有幾張 新的經濟實質申報表可以來做一個對照 就可以看到說他所要求的所謂 這個最終收益人啊 直接持股母公司 這些要求都比以往來的更嚴格 那特別是在業務相關的資料 這邊我們看到他要去申報毛利啊 總收入啊總費用員工人數 如果你是純控股公司的話 你也不能是只有 你基本上除了股利和這個所謂的資本利得之外 你原則上是不應該有其他的收入或費用的 那從這個表上我們看到 左邊是2021、2022年的申報表 右邊是2022、2023最新的經濟實質申報表 我們看看這邊的欄位包括什麼 包括你的稅計編號 意思就是說如果今天我有分公司 或者是我今天是在別的國家 有所謂的一個這個所謂做為稅務的這個 這個Test resident 那這時候我有別的稅務資訊的這個所謂的稅計編號 那我就應該提供給BVI 這時候他是不是就有一定的程度上 可以跟別的國家取得一個 針對你的公司的一個稅務資訊交換的基準點 那再來還包括所謂的年度總收入 或者是你實際營業活動的地址 這些都必須揭露給當地的這個稅局 那第二章我們看到說這裡提到說 最終受益以及直接受益的 直接持股母公司的基本資料 這邊你看 我除了要這個直接和最終母公司的名稱 我一樣或跟他要你填入說 他在當地 比如說台灣稅局的這個編號是什麼 那這時候他一樣取得了一個 比較容易交換資訊的一個基準點 那最後下面我們看到跨國集團的名稱 還有他到底在哪裡有實質經濟營運活動 這些都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那即使你是從事存控股業務呢 這邊我也要去揭露我這個期間 關於這個存控股活動所產生的毛利總額 包括你的收入 包括說我這個業務相關委外的部分 以及如果我有從事存控股的員工 那這些員工的訊息 你看這邊還特別非常有趣的加入什麼 你從事存控股活動的員工的資格 專業資格 還有他從事了多久的年資的這些資訊 這些都是適度的去支持說 我到底從事存控股活動的員工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經濟實質和專業資格 那最終就是拿到這些資訊要幹嘛 當地又不用繳稅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他就是為了要有這個 稅務資訊交換的機制 那這邊我們看交換條件這裡提到 只要違反經濟實質要求 IP業務如果未符合所謂的 CGCI的這些假設的話 那這邊是應該要進行稅務資訊交換 這些就是我們提醒要注意的地方 那剛剛提到說存控股公司 也是我們台商在當地最常主張的 一個經濟實質活動的種類 那但是我們台商有時候也會做出 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財務的這個做法呢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台灣的稅法規定上 可能超限的一些這種交際費啊 差旅費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這些費用呢 我可能就會把它放在BVI公司去 那這邊所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一旦我主張我是存控股公司 剛剛提到了我應該是只有股利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資本利得可以去做申報 因為我是存控股公司嘛 那我現在因為提交了這些 總收入總費用資訊 我把營業費用中又包含了這些所謂非存控股 甚至有一點因為你是有實質營運活動 才會產生的所謂交際費 差旅費的時候 那這時候是就非常有可能會 讓當地的稅局質疑說 既然你是主張存控股公司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些費用 那是不是說你其實應該要主張是別的經濟實質活動 而不是主張是存控股的經濟實質活動 那這一些就會引發這些質疑挑戰 那進一步我們不想看到的就是 所謂的稅務資訊交換 那所以說這些部分就是 我們在做這些申報的時候 應該要去特別注意 而且也應該先有的這個mindset 所以在最後比較結論的部分 我大概會提醒在這個新法實施後 就是今年這個春天這兩項法令的修法之後的一些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如果我有這個從事這個所謂的 我實驗申報的是存控股公司 但如果我有列報非存控股的收入費用的話 那這時候我應該特別去檢閱說 我這些申報立場上有沒有可能會遭到BVI稅局的質疑 那這個部分是因為在經濟實質的申報書本來就已經會有填入 那同時你在這個檢明的資產負債表 也就是提交給公司註冊書的文件中也會有填到 那這些相應的文件中 你有沒有做一個一致性的表達 更遑論這個部分可能另外會涉及什麼 就是你CFC這邊申報的這個一致性 那這些都會是增加財務委員的負擔 所以也是我們更加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第二點就是在提交這個經濟實質申報表的時候呢 要注意這個內容到底是不是符合你實際的營運狀況 包括說稅務識別碼 跨國事業集團的這個從事的活動 包括你的最終的這個受益人 還有這些母公司的資訊 因為這些未來他都很容易的去做一個相互的勾計 那這邊會如果說我填報的資料有相應不已知或不正確的地方 就很可能受到稅局的質疑 那第三點就是在我剛剛提到 我必須按照台灣CFC規定報一套才報 我在當地按照公司註冊處跟稅局資訊又另外要報兩套的時候 那我引起我更多的財務的compliance負擔的同時 我是不是有一個機制是我及早的去把我申報財務的年限 做一些一致性的調整 比如說我全部把它調成是歷年制的一個申報 那這時候至少對我這邊在做control和management的時候 是比較壓力是比較減輕的 而且我也比較能夠去勾計這些資料的一致性 那第四點就是在所謂的這個提交給這個註冊帶領的文件的時候 如果我有受到這個公司註冊處或稅局的函詢的部分 應該立刻去尋求專家的協助 這個就像什麼 像我們收到台灣稅局的這一些 一些針對我們申報立場的這一些通知的時候 這一些函詢 那這時候我們通常也都會趕快找會計師來幫忙 因為這些初期如果公司認為可以自己回答的 內容但回答的立場上 如果跟我實際上的申報狀態有所不一致的時候 那未來都可能會引起稅局進一步的去調查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衍生到我最後一張投影片這邊提到的四個認知 第一個認知就是在我們必須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認知 就是我未來這些境外公司的營運呢 我不能再繼續採用消極的方式管理 應該如同我今天如果有投資中國 我有投資美國一樣 這一些地方因為當地有可能產生稅務風險 倒不是當地會真的課你的稅 而是這些資訊交換所帶來的風險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重新去建構 我有沒有足夠的人力在這個部分進行境外公司的管理 包括這些資訊申報的管理 那第二點就是我必須跟進境外公司法令的更新 那這個部分因為像連BVI這種可能原先 二三十年都不會有要求你去申報財報的狀況下 那現在也要求你要報財報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是不是針對它這些經濟實質法 以及財務資訊申報的內容的調整 我們要如何去進一步的因應 那我們必須跟上這些法規的變動 及早的來去面對 那第三點就是面對當地政府含詢事項的諮詢 因為我剛剛這個部分是講到說 如果我今天初期我有一些應對 特別是我們針對境外公司的這些應對 我們常常會仰賴所謂的註冊代理人 我們可能就認為我們打給個語言相通的 一個會講中文的註冊代理人 即使他可能有香港口音有新加坡口音 但至少他可以跟我及時的來回應 跟我講一些當地不管是所謂變更登記 或者是資金實質申報上的資訊 但這些資訊我們要有一個質疑的習慣 就是說它講的難道就一定是對的嗎 他又不是當地的律師 也不是當地的會計師 那他講的是不是就一定是正確 特別是當他為了在申報上 他自己的一個申報的便宜 比如說他立場上 因為他的這個所謂註冊代理人的資格 他必須在資格上的保障的要求的一些做法 會不會跟我們實際上要去申報的立場有利益衝突呢 這些都是可能是我們要另外去諮詢當地專家的原因 那最後就是如果說有面對上這個 我們因為要一次manage 我們台商都可能一次就有BVI 有賽希爾 有香港這麼多的境外公司的時候 那這些境外法規都漸漸的變得更加複雜 那這時候我們是不是考慮一個組織調整 那這個部分病童的一些說服的優劣分析 乃至於我不調整 那我所要應該有的準備有哪些 這些就是要去進一步的去討論 那以上我就是簡短的分享 謝謝大家